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你》,我是石头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看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到了目前为止,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它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呢? 现在制裁俄罗斯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对我们本身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现在看到乌克兰被侵略的事件,使很多国家的国策发生了改变 究竟有什么改变呢?哪些方面正在改变呢? 今天请路桥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乌克兰的战争是一个战争,但我们现在看到很清楚有三条战线 这三条战线就不是说乌克兰里面的城市受到俄国侵袭的时候 那个所谓的战线,是另外一些东西来的 那一个战线就是普京对乘安斯基 因为非常之多人是说现在目前在乌克兰发生的战况 非常多的资讯,也有很多的评论 所以我这部分呢,我是不再重复 不过可以很简单地说呢 就是在普京对乌兰斯基这个这样的战役里面 普京是会输的,乌兰斯基是会赢的 这个是不以究竟基辅会不会最终被攻陷 或者普京会不会是成功地在乌克兰成立他的所谓的代理的政府 不以这个为转移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普京他输了这场战役 他回去很惨,他赢了这场战役 他将来也很惨,这个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其实我是在《路桥典评》里面是有一些典评的 上次我们也讲了,是在台湾那一集里讲了 这个普京对乌兰斯基这一役是做给台湾人看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普京对拜登了 这个是完全和那个战场是另外一些东西来的 主要就是当然就是拜登是用了所有的手段 和那些同盟去制裁普京 那这个结果就是俄国的人 就是会很快失去他们三十多年来 就是苏联解体之后 那个所谓的现代化 他们的全球化将会是成炮影的了 将来来讲,他们无论是生活方式方面 他们行动的自由,他们的个人的财富 他们听些什么媒体 有些什么供应链是和他们有关的 他们的商业上,或者他们的工业 其他的科技的发展上 都会是一招就回到苏联时代的了 这个呢,我就觉得是给中国人看的 就是将来来讲,如果中共是够胆打台湾的话 而全世界又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制裁中共的话 中国人面对的就是现在俄罗斯人面对的 路报已经完全不值钱的了 很多人想走都走不掉 拿不到外汇 那里面的变化 就是生活上的变化 也都有很多人讲过了 想吃麦当劳都吃不了了 没有Internet 没有Social Media 一切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都没有了 那当然在中国大陆就没有所谓的Social Media 他们稍为这方面就会好少少 比俄罗斯好少少 但其他的东西将会是一样 所以呢,普京和拜登这一仗是给中国人看的 那第三个战线呢 就是习近平和这个世界的对立了 那现在来讲呢 主要是西方的媒体 是盯着习近平盯着很厉害 或者是盯着中共盯着很厉害的 那他们所有这方面的信息是很充足的 到目前来讲,北京仍然就不直接去谴责 这个莫斯科发动的入侵 一再就在国内就指责北弱 是认为他们东郭有问题 所以才会盯着这次这样的战争 那另外就还有很多的反美 或者是反乌克兰的宣传 还有最近又搞一个什么化学战 这个化学武器或者生化武器战 那这个生化武器战呢 他就真的非常之蠢的 就是以前来讲 他就将瘟疫的源头 扔了给美国 现在又将这个生化战 跟着俄罗斯的口径 说是美国想在乌克兰打生化战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的态度 现在可以说越来越欺人憎 西方媒体咬住不放 就是政府来讲 我们知道今天是星期一 我们是北美的星期一 苏利文已经去罗马见杨洁篪 因为苏利文听到知道 莫斯科是希望中共能够帮助他们 在军事的设施、设备方面帮他们 在财力方面也帮他们 所以现在已经去见杨洁篪 苏利文说得非常清楚 他说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不会允许任何国家 补偿俄罗斯因经济制裁而造成的损失 意思是你想也没想 沙利文也很清楚说 如果你这样做 会有严重的后果 就是美国当他说有严重的后果的时候 今次我们要听 为什么要听呢? 因为我看到了沙利文和杨洁篪见了面之后 似乎没有太多的准转 可能双方都不让步 那就要看看中共下一步是做什么 因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 拜登曾经很多次就说 俄罗斯你不要动 你动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现在这三个星期我们看到 严重的后果的确是相当严重 立即制裁来说一下 美国财政部耶伦 3月10日在《华盛顿邮报》的 网络直播里面说 他说他知道中共 现在仍然在买俄罗斯的石油 和中石油、中石化、中类和五抗集团 就已经在增持着 或者是在购买俄罗斯的能源和大宗商品 购买他们的股份 中资现在就出手收购 人都要去制裁的时候 他出手收购 另外就要讲讲 俄罗斯就是中共 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 第二大石油来源国 大概中共的石油 有15%是来自俄罗斯的 如果它现在收购成功的话 或者是增加股份的话 它在石油方面的进账 就是大很多了 从俄罗斯方面 得的进账是大很多 就是在发国难财 这个不是国难 是世界的一个战争 就是大家都是在 特別是烏克蘭在困难当中 中共想发这些财 就被耶伦指了出来 另外路透社也都报道到 就是说现在 就是他们用一些方法 就是俄罗斯用一些方法 去向中共的买家开后门 因为以前买买的石油 一定有一个叫银行凭证的 说明银行说 30日之内付款是没有问题的 一定会支付清这一笔这样的账 现在是不需要这个银行的凭证 所以又被媒体爆了出来 那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Ramondo 他就点名就说 中芯国际 你要小心 如果你们敢违反美国的规定 就是你出口一些产品 受管制的产品给俄罗斯的话 那美国有办法令到中芯国际是关门的 就是正式的警告 华为都一样 那华为特别是 就是美国是不准它去向俄罗斯 或者是给白俄罗斯 出口一些军工航天海洋相关的企业 那华为被人罚得很够的了 如果这次再被人罚 就真的没有了 但是也都有一些的 美国白工的官员就说 他说 中共真的要怎样去 高科技方面帮俄罗斯 也是没有可能 第一就是中共生产不出高科技的芯片 就是它不是台湾不是台积电 它那些所有的东西都是落后的 人家已经去到三奈米 两奈米 它还是十几奈米 所以都不用太害怕它的 另外就说 如果他真的有胆去这样做的话 就美国一定会罚到它很重要 所以中共也是胆战心惊 相做又不敢做 又要试又要口硬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其实这次 习近平也在玩火 因为如果在制裁方面 他不跟着美国和欧盟 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话 他将会失去 他最重要的两个商业伙伴 这两个商业伙伴 就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是美国和欧盟 所以现在来说 大家都在看究竟中共 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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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会两面三刀 做了一些口不对心 他还可以维持到多久 因为现在来说 美国是钉到他 而现在这个西方媒体也钉到他 所以今次 我就觉得 习近平和世界上 那个斗争 和世界为敌 是做给大企业看的 如果你好像习近平 你好像华为 或者是中心国际 你还敢这样做的话 就会有很可怕的后果 另外一件事 为什么说 也是做给大企业看呢 就是所有大企业 现在在俄罗斯的景况 都是非常之差的 你想一下 麦当劳有800多家餐厅 在俄罗斯 他是否愿意走 他当然不愿意走 这么多年来 这么辛苦才建立 听说麦当劳是申请了14年 终于是莫斯科 开了第一家麦当劳 这么多年来这么成功 他怎么愿意走 我就举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但是没有办法 在制裁之下 不到你选择 你一定是要这样做 否则的话 你整个全球的麦当劳市场 都会受到影响 现在来说 大家都是对 就是在海外 就是在中国以外的 百分之九十多的人 都是支持乌克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们的大商家 还敢公然违背 你们的良心 或者违背这个制裁令的话 后果是很大的 所以情况就差不多了 但是目前制裁俄罗斯的这个后应 慢慢也都在全球显示出来了 特别是物价 油价这些都升得相当之大的 其实发达国家的民众 都承受不少的 另外说到现在已经是三个礼拜了 进入三个礼拜了 整个战争的冲击波 我们作为很普通的人 和住得很远的人都可以感受到 不用说了 在加油的时候 你要知道 哇 怎么搞的 从来都没少过这么贵的 另外那些食物很贵 那些运输都是需要燃油 突然间觉得自己拿着的钱 好像不值钱那样 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那什么都真的贵得很紧要 我经常都说通胀是几个percent 我的感觉就是几十个percent 真的我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都贵得很离谱 吃一餐饭以前就是 就是二十多元 那就可以搞定了 就是美金或者加币 那现在来说就是五十元了 就是要这样的价钱 就是double的价钱 那在香港来说 原来乌克兰战争 都是很敏感的东西 我的朋友已经告诉我 他说现在很多香港人 不是说很公然的 讨论乌克兰 或者支持乌克兰的问题 为什么 什么环境 香港来的 又跟着中共走 不能谈论乌克兰的事件 那结果真的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香港文言制造的问卷 就出了问题 那钟建华博士就跟大家说 他们本来有一个民调的发布会 是关于这个俄乌战争的 但是因为有人偽造了这份问卷 还乱扣帽子 只说他们可能会涉及这个国安法 所以现在钟建华博士就决定 取消了这个民调的发布会 就变得那么敏感 另外路透社曾经报告过 在这个云咸街 一间叫东欧餐厅的 那个店主呢 那个太太应该是中国人 而那个店主是乌克兰人 他们就专买东欧菜 他的名字叫东欧餐厅 这个东欧餐厅也是收了很多的现金 因为很多人他们去到就给现金 这个东欧餐厅 东欧餐厅就把这些钱收集 然后送回去乌克兰 结果这个东欧餐厅也是受到 这个香港政府的指责 官媒点名批评了这间这样的餐厅 这个很离谱 中国大陆有天灾、水灾、地震 各方面的灾害 香港人捐了很多钱 那需要不需要吐出来呢 乌克兰人捐钱给自己国家是正常的 我认为俄罗斯人都可以的 因为如果他说我捐钱给俄罗斯的人 让他们过去的生活 没那么艰苦 行不行 普通人对这件事 跟香港可以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但是都受到影响 就是这样 那个中共的态度 是影响了香港普通人 怎样去看乌克兰 不是怎样看 而是在他们怎样看的时候 要怎样妥善地处理 或者不说或者避开 这个是第一 第二就是 当然糧食的问题 大家可能都听到很多 本来因为这个疫情 很多的劳工的短缺 工人没办法去送货 比如在中国大陆来说 还是在封城的阶段 就是劳工短缺 那麽運輸成本又增加 能源 就是那个价格又飙升 再加上极端天气 本来就已经是很多的通胀 受害于通胀的 现在再加上俄罗斯 入侵全球的粮仓 乌克兰以前叫做苏联的粮仓 后来就成为全球的粮仓 那就更加是影响了 那麽就讲一下乌克兰 它们的最出名的就是 它们的肥肉的黑土 那它们的可耕面值 就是农用面值 是占了全国的71.3% 而森林就占了全国的15% 所以乌克兰的农产品是很厉害的 它占了它的出口总额的45% 那这个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来的 那当然乌克兰它最重要的经济的来源 始终是工业 就是它以前来说是苏联时期的时候 就是用这一样东西它最有名 但是它农业一样是非常之厉害 那它的农产品就是我们经常吃的 比如大麦、小麦、玉米、甜菜 甜菜就是西方很多人吃甜菜 或者葵花籽油、玉米油、蔬菜 什么蔬菜它都有的了 蜂蜜、魚、肉、家禽 簡直是天府之国 这个国家其实真的以后都要多些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看 一个这么丰盛的一个国家 它又会成为欧洲最贫穷的一个国家 我们可能以后都会找些机会去谈一谈这个问题 现在就除了乌克兰有问题之外 中共大家都知道 过去2021和2020都是有大水灾 所以本身的出产就已经很成问题 所以更加依靠外国的入口 加拿大、美国都是粮仓来的 世界粮仓来的 但是也都有因为那些雨水不足 有时是山火 很多的东西令到 在平原上就不叫山火了 平原里面有时它无端端都会着火 太干的时候 所以就是会引起農作物的干死 巴西也是同样的情况 所以其他国家又供应少了 又再加上乌克兰 再加上刚才我们所说的其他的问题 有时就是出产都没有人运到码头 或者运到码头都运不出去港口 在里面就这样 让它们由新鲜变不新鲜变难为止 再加上俄罗斯是世界上 化肥的一个主要供应国 那它现在来说就是保护主义了 说明它的化肥 只供给友好国家 也有很多其他国家 也都怕自己的粮食不够 开始就是有保护主义了 不肯出口就是这样 所以粮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联合国怎么说呢 联合国就说 这个粮价可能会增加到22% 因为粮食本来就五年来都在这里萎缩的了 再加上烏克兰这件事 那粮价会增加到这么多 那它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我们 虽然是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粮仓来的 但是都是会影响我们的 如果是烏克兰它的葵花籽油 它没有出产那么多 就是很多人抢加拿大的葵花籽油 这样抢了一下本地都会贵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是一个对大家来说 都是一个涟漪 可以说我们现在就是面对这些东西 但是就是和烏克兰人的 就是他们的景况 我们这些真的都不算是什么 就是这样 就讲到讲到一些大企业 那有些大企业 现在已经受到警告了 比如说在台湾来说 有一家电脑跨国公司叫华锡 华锡也是全球最大的电脑制造商 就是在台湾来说是首屈一指的 最近它就被烏克兰的副总理 就是废多罗夫点名 直接点名这个华锡的董事长施宋棠 告诉他 现在来说你不应该再继续供应电脑给俄罗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这些企业承受压力都是很大的 现在来说就是讲政治正确了 就是说你任何碰到俄国的东西 都是有罪的了 所以这些企业它们本身 就是面临了很多的抉择 但是在他们的抉择过程里面 他们可能想 俄罗斯今次这样 如果是发生在中国又怎样呢 是不是我应该辞走早走 趁着现在没有那么大压力 还有少少时间可以去计划的时候 我早点退出中国的市场呢 这些跨国的公司 从俄罗斯这次的事件 一定想到他们在中国的投资 那这里呢 我就想举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德国 德国大家都知道它很紧要的 跟中共做生意 是不是 他们在去年的贸易总额 达到2450亿欧元 他们的入口 就是从中国入口的东西 本来就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都是一些衣服啊 电脑啊 这些东西 这个德国就认真地去研究一下 究竟这些来自中国的产品 可不可以替代呢 结果发现是可以替代的 只有大概有3%的来自中国的产品 是比较难替代的 所以他们一发觉可以替代呢 当然就走都走不及啦 趕快走啦 但是反而就是 德国的在中国的投资呢 是比较头痛一些的 比如说大众公司 去年就 百分之四十四的销售额呢 都是在中国里面拿到的 就是它生意里面 就是大到这样的东西 但是呢 就根据德国之星的报道 一个一直关注中国汽车市场的企业顾问 他叫做蔡伯特 特文名我不懂读 他有译名 我就读他这个译名 就说短期内 要撤出中国的市场 是会有点痛苦的 但是其实 这个大众公司可以好像丰田一样 逐步的将市场移去美国 或者是印尼、越南、东南这些国家 他说这个是一个方法 但是呢 这个外移 除了是本身 就是想保护自己的产业 不要有一招好像俄罗斯那样之外 就是亦都是因为 中共的经济 已经增长很缓慢 在那里越来越找不到吃 虽然你是卖很多车 但是你可能那个 那个trend 那个趋向就是你越来越 赚得少 或者你越来越少的份额 而份额少呢 除了少人买车之外 也都是因为 本土 就是中共本土的汽车 他们发展得很快 但是中共一向都是这样的 我先输入你的技术 然后跟着我们 监平监占做自己本土的 本土的车出了之后 就打沉利 这个是他们的方法 早就是这样做 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 德国很可能就已经下定决心 能源方面呢 就是不那么依赖俄罗斯 不想做都要做的 这件事 不道理的 因为你不删水喉的话 你自己不做的话 俄罗斯有一天 可能它发起神经起来 它说我就是不供电 我就是不供能源给德国 那怎么呢 所以德国它没有办法的了 现在去到这个地步 能源方面不靠俄国 而这个汽车或者其他方面 贸易方面不靠中国 这个现在就是 好像韩国一样 一直都是在做这些脱钩的 一些的动作 这些国家 那另外呢 日本也都最近 因为这个北方四島的事 大家都知道北方四島 俄国和日本是争得很紧要的 那最近因为日本是支持美国 和欧盟在制裁方面 日本是表态了 它都有制裁 所以俄罗斯突然间对外宣布 决定要把这个南千島群島 作为经济特区 那所以日本已经被俄国 列入不友好国家的了 那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就只会更加恶化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岸田文雄就是3月13日 有一次讲话里面 就讲到它说作为 今次这个俄乌战争 它们有几样东西 它觉得一定要做的 第一个呢 就是要审查和加强 日本的防御系统 它可能怕有一天 这个俄罗斯会 真的会开战 对日本开战 第二个呢 就是加强美日联盟 就这么简单 第三个呢 就是重建国际秩序 这里呢 特别讲呢 就是俄罗斯呢 就是在这个 聯合国的安理会里面 那所以它 日本是呼吁 聯合国要改革 和这个安理会 那这些就是岸田的 自己想做的三样东西 另外呢 它也是讲到 要修宪 那修宪呢 一直是安倍 讲了很多的了 就没有做成 后来呢 就是菅義偉 他当选总裁的时候 就是日本的总理的时候呢 也都是有意修宪 但是做不成 但是这次来讲 岸田文雄 重新再讲要修宪 什么修宪呢 就是修他的所谓的 和平憲法 第九条 因为这一条呢 是命運的規定呢 日本呢 要放弃战争权利 就不准有海陆空三军 但是现在的情况 一个就是台海 一个就是东海 再加上呢 现在俄罗斯 也都有对日本 不友善的情况 所以日本的修宪 可能今次在岸田的手里面 是有机会成功的 那这些都是和俄乌战争有关的 一些的发展来的 当然和俄乌有关的 那个涟漪也好 或者它很重要的 对区域的影响 或者是金融的影响 各方面都是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全世界在那裡 在检讨自己 是俄乌战争里面 可以有些什么是要反省 有些什么要改变 但是就最近的 新闻的发展来讲 就是这几样东西 我能够取得到的就是这几样东西 看来俄罗斯入侵挖难这个战争 对全球的影响是相当相当之大 刚才在路条讲到一样东西 中共如果加入 又或者是中共呢 绑俄罗斯的话 如果美国都要制裁的话 那个影响要去到哪里呢 可能会非常非常之巨大 但是可能这一个也是震痛来的 因为如果是剔除了威权独裁国家的话 对于西方民主来说 可能是一个发展的机会 我们会继续跟进俄罗斯和乌克林的事件 再加上中共的态度 如果你现在看我们的节目 还未订阅的话 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 顺便点击小铃铛 我们每一次有新的节目的时候 都会通知你的 这里是月光源有你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